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怎么就没有这个番茄在里面呢 牛肉是剁好的牛肉碎 接近肉泥 酱的味道很浓 跟饼和青菜一起吃 味道还是很足的 下次加上番茄 不知道会不会更好吃一点 墨西哥假饼 脆块 这个脆皮版本的taco 饼皮应该是经过油炸的 很接近美国超市卖的那种玉米片零食的味道 搭一片给你们看看啊 又薄又脆 里面换成了鸡肉 应该是鸡胸肉 挺嫩的 一点都不干 鸡肉表面有一层糊糊的烤得很香 这些鸡肉不是绞肉 烤完以后切成的小块 想吃肉的纤维感的话 可以选它 Doritos 联名墨西哥假饼 诶 没想到这个联名款的taco那么惊艳 很好吃 它用的不是那种很薄的那种饼皮 是有点厚度的 饼皮超级脆 是有嚼劲的脆 这个taco正是硬碎到了一种极致 一口咬下去 整个饼皮就破裂开来 更厉害的是饼皮还很回味 吃起来有点像炸鸡的面衣 很有味道 这次配的是steak 它是切成一块一块的牛排 价格是比默认的肉酱贵了差不多一半左右 不过也是值得的 入口比起来搅烂的那种肉泥的话更香 每一口都能吃到牛肉的肉质的口感 越嚼越香的那种 嫩牛五方 嫩牛五方拿在手里面好大好厚实啊 弄的饼皮感觉是那种软taco饼皮很像 但是也太多层了吧 你看一层两层三层 一共有五层 皮叠在一起整个饼变得非常厚 很影响口感 这里有一些焦焦的 它应该是有在锅里烙过 所以外面这层饼皮有烙饼香味 里面几层饼皮呢就只吃到了饼的原味 而且咬了很多口才能吃到肉 像我这样想吃肉的朋友呢 会稍微有一点心灰意了 感觉包在里面的肉馅还有配料 都跟前面的taco很像 饼里面还包了一张脆饼 吃起来就像脆taco的那个脆皮 不过可能在里面焖了一下 配菜和酱的水分已经把它泡软了 没有达到预期的口感 个人感觉这个嫩牛五方的饼皮包一两层 应该就可以了 有懂嫩牛五方的朋友吗 欢迎下方留言分享一下 该怎么吃搭配什么酱才比较好吃 墨西哥起司薄饼牛扒款 看一下袋子底下有什么 有两包饼皮 哦不是是起司薄饼 这饼压得够扁的 不知道还是以为送了几张原味饼皮呢 馅料相当的简单粗暴 就是芝士和牛肉 打开给大家看看 夹着充满芝士的牛扒肉 多香啊 牛肉感觉又被烤过 那种焦脆的肉香真是无敌了 完全被它征服 太好吃了 墨西哥起司薄饼 鸡肉款 鸡肉薄饼跟牛肉的那款是一样的 用的是同样的饼皮 同样的芝士 不过这个鸡肉感觉还是缺点盐味 个人还是喜欢牛肉的那款多一点 肉香比较浓郁 这个呢多吃几口就觉得没意思 蘸点辣的Salsa会不会好吃一点呢 鸡浪汽水沙冰 这款沙冰只在Toco Bell才有 是用在美国卖的很好的鸡浪汽水做的 别的地方基本上买不到 绝对是正宗的原谅色 嗯这个颜色看起来就很结暑嘛 天气太热了 赶紧来喝一口 嗯气很足 太爽了 它的冰应该是倒得很细很绵 买回来过一阵子就变成这个样子 冰和果汁是分开的 鸡浪里面应该加了果汁 喝起来像Fru Punch的味道 有一点柠檬的酸 还有一点点柳橙的甜 不过喝起来都有点像人为果汁 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原味的鸡浪 比较多 草莓柠檬冰沙 咦 诶我不是点了冰沙的吗 怎么那么稀啊 红得像一杯西瓜汁一样 这杯饮料大有那种买家秀的即适感 跟Toco Bell上面的土也差得太远了 完全没有黄色的那层冰 草莓的味道还是挺红的 只有一点点柠檬的香气 感觉是真实的果味 整体感觉比鸡浪的酸很多 这款饮料还是比较讨喜 推荐给喜欢喝酸的小伙伴 墨西哥五层鸡肉卷 五层口味的鸡肉卷胖胖的 咬一口很软糊 那个口感简直不要太丰富 里面包了两种芝士 还有酸奶油 豆泥和鸡肉 一共五层多重口味 它们每一个的味道都很搭 没有一种是特别抢味的 即使是口味很多 吃起来也丝毫没有违和感 一直觉得像这种夹着吃的食物 满足感真的特别强 后切的鸡肉口感也特别好 豆泥的味道也很突出 如果不喜欢吃豆泥的小伙伴 可以在点餐的时候选择不去加它 墨西哥玉米片 这款墨西哥玉米片真的很受欢迎 无论喜欢吃甜口还是咸口都喜欢它 Nasho如果单独吃的话 口感其实有点像玉米薯片 比较单一 但是加的芝士酱和牛肉的 Nasho真的是一个极好的小吃辅助 Nasho用的芝士酱就跟普通西餐的芝士不太一样 还有自己的香味 而且不会死咸 奶香味很浓 夹着吃一口吃一个的感觉还真的不太一样 还有小伙伴不加肉 只放芝士酱和墨西哥辣椒圈 那个辣一点都不会刺激你的喉咙 吃得非常过瘾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怎么吃这种玉米片呢 好了 本期Taco Bell热量召唤就到这里了 餐厅地址就在评论区 小伙伴们在Taco Bell喜欢点点啥呢 如果你们喜欢看吃播探店的话 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们 下一期想看什么餐厅 推荐什么美食 喜欢本期视频 请一键三连 更多实用有趣的北美内容等你来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